戏剧拍摄最有趣的部分 就是要能够呼风唤雨 就算是无风无雨 也要靠自己制造 为了还原台风当时 危险又急迫的灾难场景 剧组人员 从导演到每一位工作同仁 无不卯足全力 当然在风雨中 大家也看到了此季的师兄姐 慈悲又有智慧 最触动人心的故事 拍戏也拍了十七八年了 就没有碰到说 真的在风灾的现场拍 就是灾难现场 等于是剧组整个在 还没有杀青之前 就碰到了像 莫拉克的颱风和灾情这么严重 然后因为灾难中的那个 人跟人互相帮助的那个真情感 就是很让人感动 所以大家也希望说 我们把这一段的情节都改善 所以就临时就加了 差不多一集半的戏的份量 到了第六集 因为是我们拍摄的时候 已经是等于风灾 台风已经过了 可是就雨停了 可是整个灾难现场存在那边 所以这一次的拍摄手法 有点像是戏剧结合纪录片的方式去拍 然后当然整个剧本的编写 也是按照当时发生的事情 趕快去采访下来写进去 那就是跟前面的整个 整个之前跟金花师姐的 整个做环保的 她的人生那些戏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整个 而且机动戏要强一点 因为整个风灾的现场 一直大家一直整劍 大家不会等你说 你拍完了 拍完了我们再整劍 没有就他们动作很快 希望赶快把南回的铁路抢通 把公路抢通 五 四 三 二 贵师姐这次加倍 整个大水淹过的时候 她心里也是很难过 可是后来就是 大家都有跟她讲 她还好及时不然打电话 给她她及时逃出来 才没有可能 才没有才可以保住一条命 因为当时那个 整个大水淹来得太快了 海堤溃的时候 再加上那个 加南溪的那个溪水暴涨冲下来 带着石头跟漂流木 那整个很用力的 等于是把那个泰马里那块 两三公里的地方 整个石刷一遍 那她家就这样被淹过去 当时有很多居民都来得及 同时她刚刚讲 水来了 水来了 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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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我先跳一个贵音的 我两个镜头一起拍啦 贵音就说 崩溃了 崩溃了 然后你再停个四秒左右 一二三四 我们镜头拉开 我就说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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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桥跟路都没去啦 有人被冲走啦 有两个警察 你们两个警察都被冲走 你们都被冲走啦 然后讲完之后 最近这边已经有点太撑不住了 然后珠珠你就说 啊 赶紧去啦 赶快躲啦 赶紧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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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来啦啦 剧组远赴台东泰马里拍摄 真的是什么状况都有 因为这区还在复原当中 所以剧组工作呢 最要紧的发电机 却因为电力供应不稳定 而状况百出 然而大家心里也都很清楚的知道 使命必达 这一场救难大队 不屈不挠 只为了要救起落水的兄弟 永不放弃的重头戏 虽然是猛停电 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 四百零四公里 就是在整个溃堤的那一区的时候 我们本来还在那边 要找一个很漂亮的海边空景 来拍警察的戏 然后我也看 这里有个招牌很可爱 叫做太马里隔壁 然后这里有一间世家 这个店名叫有一间世家 很可爱 有想说来拍空景 两天后就没了 等到我们再去回去灾区的时候 全是大石头漂流墓 连太马里隔壁的招牌我找不到 那留下孤零零的一个有一间世家 就整个都没 那个 我看到的时候 话都说不出来 诶 谁寄到插头啊 小心去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哎 糟糕真的停电了啦 八号那天很多人员都已经回来 回来发现太马里整个都停电 然后没有电的状况之下 就剧组有发电机 就先把发电机拿出来用 至少就是大家附近的居民啊 有的可以 还可以开电视看一下 到底现在灾情怎么样 还有两个太马里警察被冲走 就坐在车子里被冲走 然后金发师姐 自己的儿子也是警察 他自己也提心吊杆 因为当时手机都不通 完全音讯全无 他就担心 他的儿子会不会在救灾的时候 也发生意外 当时在拍摄的时候 整个资讯量进来 你每天的脑袋里情绪是 齐齐扶扶 齐齐扶扶 非常复杂 哎 我哪个人去北京我妈了 安州 我有办法准备啊 Cette May 他 going to be in the necesit 十四圈 婉莉 she 我被冲门了 马被大摁押西市保 Above all 鸽 Hudson 温之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